救護車內和醫療器材被一層又一層的塑膠保鮮膜包得緊緊的 邊邊還用黃色膠帶固定住 每個死角都不放過 就連方向盤也裹上保鮮膜 第一線消防員近日貨爆有中感澳旅遊時又有發燒的患者 才會在出勤時全副武裝 手套一層還不夠又戴了第二層 接著戴上N95口罩 把鐵條固定在鼻梁後 開始穿上防護服防護鞋戴上面罩 備勤人員也會互相幫忙協助檢查 減少穿戴的時間 確認沒有問題立刻上車救援 任務結束第一件事就是噴上酒精 身體和手部都要全面消毒 而特別的是這些防護衣面罩 和救護車內部的保鮮膜都要直接撕除 比照醫療廢棄物銷毀 而車子的方向盤無線電也會大消毒並進行曝曬 民眾報案那他本身有 大陸地區的旅遊室 那有發燒的現象 那我們就做好防疫準備 那把它迫送到那個相關的責任醫院 救護車層層包上保鮮膜 出動最高規格的防護 讓防疫的行動全面落實 保護醫護人員和病患的健康 記者劉之展的音樂圈唐原報道